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跟車友們來介紹的是 Mazda CX45 那這一台其實中間有一個 算是小改款 車頭的話是不太一樣 但是底盤的話 都是共用的 這一台的底盤的話 跟三代的 Mazda 3 或者是比較更大型的 CX9 底盤其實都是共用的 但是有一些細節的話是不太一樣 譬如說 彈簧的配重 阻尼的配置 或者是前面仰角螺絲孔的大小 稍微有一些不同 那這一台前面的懸吊系統 是麥花承的 這個是麥花承的 所以我們KT的話也有互上座 那這裡有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像是這個離載串的部分 固定點 或者是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固定架的位置 KT的話都是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在剛剛所提及的 仰角的部分 這個仰角孔 如果是Mazda 3的話 這個是比較小孔的 那如果是CX5 或者是CX9 就是比較大孔的 所以這個局部的話 是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的 這個是麥花承 那這一台的車高 還蠻高的喔 原廠的話 車主會想要改裝 其實大部分都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 想要將車高的部分的話 稍微降低 讓休旅車比較高的重心 稍微降低之後 過彎的一個穩定度自然就會提高 第二個就是 它的筒身 它這個筒身 這個也是日本大廠所代工的 它的筒身的阻尼紙 通常坐得比較舒適 那比較舒適的話 後座的乘客 通常都會反應 會有一個暈車的狀況 所以我們在 把阻尼加強 把彈簧的磅數加高之後 自然而然 它的操控性就會變好 這個是後面的筒 那後面的話 KT也都有附上座 這些零件的話 都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在上座的下方 KT有設計一顆旋鈕 KT的話 不只高低能調整 那個儲尼的話也能調整 這台車的車高很高喔 原廠的車高大概有 接近7到80V 後面 那前面的話稍微比較低 所以今天想要降下來的車高 前面會剩下30V 後面的話剩下40V 那車主的話 本來概念就很好 那原先就已經有 改裝了仰角調整器 所以如果像這樣的降幅 已經蠻大囉 今天會推薦大家要安裝仰角調整器 今天的話 車主本來就已經改裝好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加裝了 這個是後面筒身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 針對這個行程 什麼叫行程 它彈簧能夠上下作動的這個範圍啊 這個叫彈簧的行程 那個後避震器的行程 這個後避震桶跟上下 它能夠作動的範圍 這個叫做桶身的行程 那KT的後方 避震器的行程啊 做了大概快18公分喔 所以是跑一個長行程的設定 所以自然而然 它的舒適度啊 会保有一部分休旅车应该要有的舒适度 针对这台车的后面弹簧 这个是上方的弹簧 它的孔径比较小 这个是弹簧的下方 它的孔径比较大 KT这台车也不是靠做转接做的方式去做转接 一样是打一条专用的弹簧 230长6公斤的规格 所以这台车很多的细节都是做专用的一个规格 那这个是改装的18寸的铝圈 这个铝圈也不便宜 这好像是日本waste 好那后方的部分的话 车主也改了原先改了不少东西 我们先来看看车主原先为他的爱车加装了什么东西 这个是上方这里有一个仰角调整器 那下方这一支的话是竖角调整器 好这个是竖角 然后这里的话是有一个离载串 这个是可调式的离载串 这个离载串也不便宜 这个是AUTO ESC的 那这里也有一支AUTO的拉杆 那上方的话这里还有一个防晶杆也是AUTO的 AUTO的零件算是MAZDA的御用改装品牌 都不便宜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弹簧 这个弹簧是KT所专用 这台车专用的规格 230厂6公斤的规格 那上下橡皮的话都要沿用 Hilo Key的话是坐在上方 那其实这台车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颗可以调整 调整后轮的CAMBER角度 后轮的竖角的角度 在这个地方 但这个竖角的调整位置 因为它的设计是做偏心螺丝 所以它能调整的范围其实不多 那改装了竖角调整器 加仰角调整器之后 它的所有的角度的话 就能靠可调的机构啊 来做出不释开一个漂亮的角度 这个是后方的部分 那后上方的话 这里有一颗旋钮 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软硬的 往顺时针的话变硬 往逆时针就是变软 一共有30段 30段的阻拟可以调整 那这台车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 如果要调整车高的时候 这个桶身的长短 并没有办法改变车高 车高的调整是靠 弹簧上方的机构 这个的话建议啦 经理建议 让专业的技师来做调整 车主能自行调整的是一个软硬度的部分 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那在车高的调整之后啊 还有一个地方还蛮重要的 就是这个桶身长短的设定 这个桶身来取决 这一条弹簧的预载值 如果我们把这个桶身缩得比较短 它的弹簧预载过多 那在一般慢速时候的道路行驶的回馈感 会比较直接 舒适度的话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条弹簧的话 不建议不建议做预载 好 这个是前面的介绍 那后面的介绍 前方的话就一般的麦花层设计 那像一些小细节的话 来这里有一个ABS感应线的扣距 这个ABS感应线有两个扣点 这里有一个扣点 这里还有一个扣点 它是绕到后面来的 然后理载串的固定位置在这里 那这里是油管固定架 这些所有的位置啊 都是专车专用的规格 都是这台车所专用的规格 那车主的话这里还改了一个好东西 这个应该也是Auto ES1的前方的 加速的防轻感 那整体改装之后 再加上KT的避震器 那整体操控一定会好很多 这条弹簧 我个人也觉得值得来好好介绍一下 休旅车啊 还是需要保有一定的一个舒适度 所以前方的弹簧 KT的话就没有配置直卷的弹簧 KT配了一个灯笼状的弹簧 那灯笼状的弹簧 规格是200mm 公斤数的话是7公斤 这个7公斤代表的意思啊 就是我们下压1mm的话 它需要7公斤的力道 所以这条弹簧我们配置7公斤 那它的灯笼状的形式 跟直卷式的弹簧差异在哪里 直卷式的弹簧 它的回馈感会比较直接 往下压回弹的力道就是直上直下 但灯笼状的话 会随着它的弹簧跟弹簧之间的 间距差异跟设计 有大概啦 35%到45% 往下压之后 这个力道会往两爬来释放 所以它的舒适度自然就会好很多 那这一个行程的话 KT也有做一个加长的行程 所以这台车很多的车友 都会帮KT来做一个主动的推荐 所以谢谢车友们 那上方的话阻尼调整机构 软硬的话就是在上方这里 这一支也不便宜 这一支也是AUTO的 那在拉杆的中间这里 这个就是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话中间这里有一个旋钮 旋钮的话一样往顺时针是变硬 往逆时针是变软 在调整软硬度之前 还有一个工作还蛮重要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胎压 轮胎的压力 这个轮胎的压力 我们打到一个正常值 所谓的正常值就是 像是日系车的话 我们在驾驶座门打开 在B柱的下方有一个贴纸 那一个贴纸通常会告诉车主说 像这样的规格 它的轮胎压力要打多少 这一台车的话 应该大概33-35PSI左右 冷胎压的时候 所以我们把胎压设定好之后 再来调整软硬度 软硬度的话像这一台车 如果是像235-558的话 大概啦 大概在15-20段这个区间 乘坐起来的感觉都还不错 那前方的话 后方是要留意弹簧的预载 前方的话安装完毕之后 这个脚管上放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一定要特别把它敲紧一点点 因为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它前面的悬吊系统是麦花层 麦花层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 它避震器是会旋转的 所以旋转之后 如果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颈度不够的话 有可能开开之后会松脱 松脱是不至于会有危险 可是会有咕咕咕的音音 所以这个水轮状的托盘 如果调整完毕 把车告调整完毕之后 记得要把它敲进 那KT的用料 意大利IP的主尼油 日本NOK的油风 用料都相当的不错 而且我们在台湾的话 销售的一个店家的话 还蛮多的 北从基隆 南道屏东或者是宜兰 花洞的话 都有可以安装的据点 那这些的销售通路的话 其实有的地方也都有实车 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试程 避震器的比较 很多的车友都会询问其他的车友 但这样询问起来 个人经理个人是觉得不太客观 因为每个人想要的感觉不太一样 那每一台车有可能 改装的背景状况也不太一样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诚挚的邀请大家来试程看看 那觉得试程之后有满意 再来考虑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CX5的安装直播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